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唐樂斯 旁邊是小毛喔 嗨 大家好 小樂斯大概有一年沒有來蜜月灣重浪 然後這次本來特別約了小毛來衝蜜月灣 是因為小毛聽說是小時候在蜜月灣重浪 對 長大 對 但是小毛也多久沒有老了 大概有快一年沒回來 跟我一樣 那今天這個浪我們居然要下嗎 其實現在看起來會覺得 稍微有一點點炸得太快 因為現在潮汐太過 浪場也不夠長 然後可能沒什麼地方可以做什麼做這樣子 請問想嗎 以前小時候我從這邊是長這樣嗎 不是 基本上來說以前是完全沒有這些事 早期的沙子其實是非常飽滿的樣子 所以那個浪其實是可以從 現在那個金匣夾那個地方 比較拉低的 以前是裂彎就是 有管又長又有力量 所以練習用作都得了 哇 那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公共了 1995年 有一個工廠 因為他們岸邊丟那個霸桃的東西 對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六部塊有沒有 其實他們是第一六部 自從他們那邊開始丟小部塊 然後故事趕開始在動工之後 你必須就很漂亮 只有你小時候的時光 是蜜月彎最好動工 對 我只是第一階 可能真的很早期 就是這樣很長期 真的美麗的畫面 就留在小毛的回憶裡 我們還是去北京衝好了 等等見 一秒到北京 小毛今天現在覺得跟你早上交測的浪子 厲害 現在的浪小非常多 因為退乾的關係 但現在的浪框至少是比較有力量一點點 能做動作的空間 我覺得也比早上多 然後相比我們剛剛蜜月 他真的長一些 對 比較有機會可以發揮 你帶點小毛貼兩個給我們看 好 謝謝 快點 快點 我感じ一下 可以 又 有 沒有 想要請教小毛一些衝浪的歷史故事 小毛是幾歲開始接觸衝浪 主要是三歲開始 三歲嗎 三歲 所以也衝了三十幾年了 差不多 那你一開始就像我們剛剛說 你在蜜月灣衝嗎 對對對 早期只有蜜月灣 那那時候大概衝到幾歲 都是在蜜月灣衝嗎 回來之後還在蜜月灣 說到回來 所以其實小毛有旅外 去受訓過一段時間對不對 大概是幾歲的時候 從十歲到十八 那那個契機是什麼 怎麼會突然被選到去 就是那個時候 毛哥帶我去國外 然後去參加一個 這個Huntington Beach的地區性比賽 運氣不錯 有被那個Billabong的一個 就是一個計畫的 那個Project Manager向重 然後他們就邀請我們去參加海選 他是有給你們配的嗎 當然有先約的 有配的 那這個有在保密條款嗎 還是 是沒有啦 只是那個時候薪資也不高 對啊 有一個大約 Billabong本身大概是二十萬美金一年了 等一下 這樣台幣是六百耶 差不多 但不含其他的一些 minor sponsor 這樣子 另外額外的教練其實會很花 搞不好付一付教練費什麼都 其實在國外生活 那個二十幾萬以下都沒了 對啊 那幾年有沒有覺得就是 這種大集團的這種培訓的 Team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訓練是讓你覺得 就是在台灣好像比較少接觸到這種訓練方式 有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一個 Team 十二個人 對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單獨的營養師 然後 共同一個瑜伽老師 然後十二個人分別的重量訓練師這樣子 然後還有體能操演員 他的英文是這樣子 體能操演員 對對對就是 重訓是重訓 為了讓你增肌啦 增加肌力勇 但他有另外一個體能訓練會帶你去 因為每個都不太一樣 我的話是那個時候去跑步 然後 還有增加很多游泳的運動這樣子 他就是全方位的在雕塑你的身體 每個人做的 每個人 十二個人是拆開來完全不一樣的菜單 所以 我們那時候私底下 大家在一起玩一定會問一下 你昨天做什麼 然後每個人做的都不一樣 真的假的 每個人做的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然後 吃的東西其實也是都不一樣 所以每天都驚喜 把我蹲上來就翻白眼 就是這個 剛剛進去的時候就是 就是每一週固定都要插儀器啊 貼東西啊 就是測量你的狀況這樣子 那時候十二個人裡面 除了你跟日本人 剩下的都是那種歐美的小朋友 所以你們都是用 也有一個南美洲的 對啊 大家都用英文 我們就用破破的英文跟他講 用破破的英文 冰手話講 那這樣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你們那種訓練後 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一起玩的東西 這跟他們度過同一 就一定會 因為其實 文化終極 大概就是每個國家玩的東西 不太一樣 比方說 他們就有教我們玩西洋池 喔 所以你會玩喔 不會啦 長得亂光啦 那時候會啦 那時候既然玩清楚了 但後來就不會了 就是因為很久沒玩了 那你有教他們相處嗎 我有教他們打那個大老二 喔 大老二 還是要把麻將奪吹回去 不好意思 那時候我不會打麻將 喔 對喔 還太小了 對啊 像有一個 那時候有個阿根廷的同梯 它就是很奔放很free的那一種 甚至可以說有點ㄎㄧㄤ那樣 就是那種 可能跳船啊 那種後空翻跳船 它就是第一個做 我們大家看說 哇 超高可能會死掉 它就是第一個這樣 蹲下去的那種 喔 是喔 對 它就是讓教練最頭痛的那一種 阿根廷是南美嘛對不對 所以整個奔放了 對啊 然後日本那個就很ㄎㄧㄤ那樣 喔 欸真的耶 永遠是擺個不可憐那樣 不過後來熟了也比較好啦 衝浪上會有什麼不一樣啊 衝浪時代喔 那個日本的朋友 他碰到了比較大的問題 是因為他小時候 接觸到的都是那種偏小一點的浪 當然也有 他也有玩過日本河口那種很巨的浪 可是他所看到的 絕大部分是日本當時的調標 就是動作是比較銳利 比較快的 缺乏像歐美那種可能 比較大幅度的動作的那種力道 這樣子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在做這個修正 因為當時事件的美感就是那樣子啦 所以沒辦法 但其實現在也是差不多啦 歐美那種衝浪風格跟姿勢都還是主流 像2024的奧運不是在大溪地那個管浪 那個一定要有地方去做訓練 台灣的浪就是不會又推又捲 要嘛就是會捲但是一下就沒了這樣 就是不會有那種有力量的狀況 所以就很難練動作 這就是為什麼早期老弟要選在蜜月灣 因為蜜月灣那個時候 是台灣少數可以又會推又會捲 然後的管浪 又管浪 早期的蜜月灣真的很天堂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其實都是 沒落到不行的蜜月灣 因為台灣的基建就是這樣啦隨便亂蓋啊 那期間有沒有就是代表Bee La Bon 他們去參加什麼樣的賽事 有蠻多的 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 應該就是98年那個 當時叫做OP Pro 就是Ocean Pacific Pro 等於現在的US Open 當時的西海岸 就是算是最大的比賽這樣子 然後那一場其實也有很多一線的 一線的那些Professor 所以你有遇到什麼現在的明星 像什麼Kelly C那些 他們年輕的Kelly 那我們當然就是小鬼吧 所以你有跟年輕時代的Kelly Slater 一起衝過浪 就是沒有當然不可能去干擾他們 我們在遠遠的地方看到就波霧 但是就是那個搖滾區第一排 海景第一排 他們當時可能就是我們的願景 其實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像那個時候旅行到一些 你們現在常看到的 比如說葡萄牙那個Super Tube 當時去那邊就是直接下山道浪 斷山張板子 當天就是覺得我是不是不適合衝浪 以為覺得好像在家裡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去到那邊直接斷三張板子 你會怕嗎 斷到第三張是不會到怕 只是覺得有點信心受挫 我就覺得我是不是有點爛這樣子 有一個暑假 有去到那個Bells Beach 澳洲在冬天嘛 我們這邊暑假那邊冬天 那個Bells Beach大概有 快接近兩層樓半吧 但是它的Regular Size 然後看到就這樣 教練說Go! No problem! Go! 我們就這樣 起蹭了那種 那時候十三吧 對啊 就看到那個浪 對啊 雖然在台灣已經玩過颱風浪了 就是可能也有接近的Size 可是那個力道是差很多的 對啊 那看到真的是 那下那種大浪要怎麼克服那個 其實就是不能猶豫啊 你就是眼睛閉著 趕快下一次 閉著衝啊 不是你就是閉著眼睛 趕快使命的滑 追到站起來衝過一次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樣子了 最難的就是那個踏出去的那一步 就是你就知道該怎麼拆招了 因為恐懼來自於未知 在哪裡不會在被子通過呢 有沒有躲在棉被裡面哭的時候 有吧有吧 其實沒有 我真正難過的是 其實吃不到台灣的水餃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那去這不是一年就是 美國的東西好難吃喔 怎麼都是長這樣子 對 可是後來就習慣了 對不對 欸我很好奇 那時候老爹有陪你還是讓你一個人 只有第一年而已 因為其實我大姑在那邊 喔大姑 對我大姑在那邊 所以那時候有短暫的接觸過他們家一陣子 然後也有去就是稍微加速試飲那邊 對那後來基本上都是住公司那邊 對那老爹其實也只陪了我大概兩個月 蛤 直接放牛吃草 蛤什麼那時候你才十歲的 對對對 因為老實覺得我能長到那麼大也蠻奇蹟的 哈哈哈哈 照這種圈養的方式 哈哈 那小毛這八年旅外有沒有覺得最挫折 讓你很想回來的那種拍名 大概就是那個時候可能快要可以 真的有機會可以拼進你 比如說 就是像WQS的前50的時候 那你就會發現說 哇前面 你還在小聯盟的時候 前面就已經是怪物了 然後再看到大聯盟那些人就覺得 哈哈哈哈 就是你會看到天花板就在那邊 你可以 無止境的逼近它 它就在那邊 然後你很難 然後你幾乎沒辦法超越這樣子 你會看得到 比如說體格啦 或者是說 可能就是真的那個水感方面來講 真的就有一段差距這樣子 所以就回來台灣繼續念書 對啊就好好把書念好 因為當時老爹其實就很擺明的講說 因為他那個年代 70年代那時候 職業選手其實已經很盛行 他也當過 但 他那個時期的很多好朋友 當職業人定了 現在很多有些在當木工啊 有些在當卡車司機啊 就是最終 這個運動不能夠吃一輩子的 除非你是那種真的很有代表性的傳奇人物 公司願意 持續的不停的贊助你贊助你 那你才能夠持續有收入這樣子 否則的話你還是要自己 另謀一條勝利吧 所以像現在你那個OVSS的店 也是什麼時候開始想說要創立這個 其實一直都有想 剛好有疫情那三個月的時間 讓我可以好好的喘息下來 就真正可以休息一下 去想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除了陶樂是去年有就是採法一集 就是有關腳繩啊 我發現小毛身上穿的也是你們家的毛巾耶 對對對 所以你們家自己做的東西到底還有什麼啊 其實我們每一年都想要不停的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因為最終其實OVSS就是想要成為一個 普遍能夠包山包海的品牌 當然不可能說它全包啊 但至少你衝浪會用到的東西 我們都希望能做到一些些 然後想辦法能夠把它做到好業界標準這樣子 對啊 尤其小毛都自己使用的 對啊對啊 腳繩啊 基本上我就是直接我自己test嘛 我真的不行的話 那基本上也不會推出來 一定會痛 對 或者是說這個推出來 可能有什麼地方能再改善呢 我們下一批在做的時候 一定就是砸中間 直接把它做到好 對啊 我看今年新的那個腳繩 有什麼樣的變化比起去年 像去年的話 我們使用一般的綠定乙烯的綁腳嘛 那今年的話呢 我們為了要增加它的齒滑力 我們在裡面新增加熱壓穩度 同時我們的記憶神仙的部分 也更換新的材料 讓它的回彈性會更好 然後小黑神的部分 我們今年也更換新的材料 讓它具備更具有延展性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目標 其實一直都是想要進攻國外市場 所以我們一定都是要讓老外能夠看得盡眼力 所以除了那個就是腳繩 踏墊然後毛巾 用跑的石頭購買一樣打九哥喔 沒錯 但數量不多 數量也行 手腳要快 是萬size嗎對不對 萬size 長度就是110公分 所以像我太太她就是155公分 那穿起來就是到小腿部左右 那男生的話可能就是西夏園 很開心 逃到時間跟小毛聊了這麼多 小毛旅外的故事 然後也分享給大家 對於有一些爸爸媽媽可能想著 要把小朋友送出國什麼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 那這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朋友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再幫我分享出去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集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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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差距可以 都可以 做到 拍檢查 很重